兄弟们王者 躲猫猫模式 你们看这原歌 我都躲到他身边了 他才反应过来 咱们这一次用百里索月 来抓到命的老鼠 前提我们不能使用一技能 不然到处下蛋肯定会露他们的视野 那这个就属于违规了 一分钟时间到 韩戏还在中路清理兵线 看我一发二技能 短了呀 索月二技能再长一点 我才肯定可以打到他 这次算你跑得快 看小地图没有一个小老鼠露视野 都藏得好好的 没办法那咱们就只能挨个检查 此时头上出现感叹号 说明男女王就在这个附近 大招穿墙 拖了我家男buff这么跑了 急跑一开 闻着味一直追到他们红区 很明显我是跟丢了 咱们尽量靠墙壁走 技能隐身又能增加自身移动速度 当来到这个草重的时候 我和原歌贴脸了 他才反应过来 不过为时一晚 一发平安一举拿下 现在你们总知道 百里索月可以隐身的作用了吧 出其不易 我在暗处 他们也在暗处 一般眼神不好的小伙伴 很能发现我们的位置 通过小地图就看到敌方的孙侧 明目张胆的在下路心理兵线 这也太膨胀了 经过中路的时候 我们尽量往墙壁走 避免中路的兵线暴露我们的视野 完了呀 孙侧清完兵线之后 视野消失了 咱们尽可能能跟上他的脚步 看是否能够抓住他 看小地图兄女们 孙侧开船跑得太快了 如果现在从下路跑到上路 肯定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既然到了这个地方 咱们还是去他们南区搜索一遍 说不定还有一环的惊喜 你们看对面百里说的话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难不成和他擦肩而过 没能发现他 屏幕前的你看到了吗 不过也没有关系 当来在他们高地的下面 发现韩信居然躲在防御塔下面 像韩信这种 我就判定他已经被抓了 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就说过 老鼠不能躲在高地或者防御塔下面 好嚣张这个百里手鱼 还是我整局都发现不了他 虽说我眼神不太好 好多小伙伴都叫我下棋 但从现在开始调高手机亮度 终于是露视野了吧 搜索完红区 没有任何的发现 之前我们通过小地图就知道 孙策百里手鱼 还有男女王 往上路去了 既然他们都躲在一个范围内 方便我们抓捕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草丛 你看又是走到他面前才发现我 一发平A成功拿下 三分钟成功抓住场上三只老鼠 想了想这也没有什么难度 咱们再给韩信一次机会 让他重新藏起来 开启旗跑 这一次肯定要找到你们 哎呀这他们都躲哪去了呀 明明看百里往这边跑了 哎说什么来什么 这不把你所约吗 大张穿墙还想跑一发平A拿下 我让你嚣张 难不成他刚刚一直躲在那个草丛吗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去佩服眼镜了 我还朝那个草丛放了两个二技能 没有打到他 我还以为他没在 不然真的太瞎了 那么这样说的话 时间来到第四分钟 场上还有韩信和南铃王 平均一分半就要找到这老鼠 还是有点挑战性的 主要还是在百里守约 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找了大半圈 你看这个韩信小女们 这无影步玩的也太拉了 且不说你一技能都跳到草丛外面 熟悉韩信的小伙伴就知道 韩信一技能二段才能玩无影步 一段是可以发现的 韩信你得多练习一下 那么场上还剩下一个南铃王 就是这个南铃王兄弟们 我足足找了九分钟才找到他 知道南铃王为什么这么难找吗 本身他可以隐身 又带了一个急跑 然后又出了急速血 根本就跑不过他 他隐身了又不知道他的位置 除非是 在他大招范围里 但他时间久了 他自然会现身 除非是你有很强的判断能力 你跟着他跑 等着他自然现身 才可以抓住他 为了验之这一点 我又重新开了一局 用关羽来抓他 其他英雄都是很好抓的 百里手冤 一开局就拿下了 韩信刚好也遇到 一个一技能成功拿下 马眼一亮草丛有人 看时间2分30秒 就成功抓住场上三只老鼠 兄弟们 看着是抓得挺快的 主要是我用的这个关羽 跑得又快又能探寻 草丛有没有人 效率肯定是大大增加 这里碰到阿柯 大招一开 他想跑过关羽 基本上不可能 咱们就先陪他玩一玩 一个一技能成功拿下 时间还剩下三分钟 场上还有一个男女王 真的是让人头大 让你们见识一下 男女王到底有多难抓 头上出现感叹号 就在附近 这个时候男女王现身 闪现远离我 这下我又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一直找到第七分钟 我都没有看到他 上一局 我又把你所约找到他五分钟 关羽 找了三分钟 都没有抓住他 现在有两个方案交给你们 躲模式中近男女王 要么就是不准他出鞋子 评论区留言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